两个都是普通瓶装水 那边石粒进去之后 那些水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蓝色7.6 创名就是表示大分子水 如果它是大分子水 即是普通一支创传水是大分子水 变成水 这个就是小分子水 变成小分子水 边石杯实体是这样的 它是用稀土边石 原石打磨 又不是将它磨成粉打磨出来 用边石杯的好处 也有类似石麦稀杯 而且是令水变成水的酸碱值 接近人体酸碱值 我们其实很多病痛 都是身体太酸性 甚至有人研究过 也关于酸碱值 身体太酸 酸碱度的水 我们每天都一定要喝的能量水 这个杯可以每天喝的水 将它变成酸碱度 接近人体身体 我们这样喝药碱的水 现在我们用实验给大家看 它究竟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将水变成酸碱 好了 我们先来仪师 我们这个实验 就是来看我们的水 就是酸和碱 普通瓶装水 首先这个是PH值值的试剂 我们就是测试水 好了 普通的抗泉水 倒出来的时候 放在杯子里 它那个酸碱值 你会从这个酸碱測試剂 看到它的颜色 而知道它是酸碱 两个都是 都是 普通瓶装水 两个都是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放在碱子里 先放在碱子里 看看它到底是酸 一二三三 三滴 好了 三滴就是普通瓶装水 两瓶一样的 它如果是偏黄 应该是偏酸 是吧? 这个不是偏酸吗? 是的 我们看到刚才这瓶水 1-5 bill 5.6 ville 是5.5-6 所以我们平时在冰高闷口 喝水 我们会清泽 包括喝水 但是它偏酸 对身体有什么好? 偏酸性 好像有很多毛病 brokers 如果身体是偏酸性 很少见一个的状况 我们需要的水扑 在香港 thanked 有很多东西也会出现 mother-。 ailing这些都是 也是的,两杯酸性水,是一样的 这个是冰石粒切碎的 我们倒下去 冰石粒放进去之后,水会变成什么呢? 我们15秒 5,4,3,2,1 我们倒过来 这是一个普通的 变了绿色 蓝色 变成蓝色,7.6 变成蓝色,7.6 7.6偏减少少 这个就是7.6,两杯水 对,没错,第二个測試 试一下,这个是小分子的测试剂 而那一跌下去是透明的 透明是代表什么 透明是代表大分子水 如果它是大分子水 即是普通一支创传水是大分子水 现在将水变成小分子水是什么呢? 那就是用这些鞭石粒 现在这些鞭石粒 就是鞭石粒 等它一会 如果变成小分子水 它会变成深色 我把杯子倒出来 这个测试就是测试到这个鞭石 会帮助水变成小分子 你看到这个是 变成深色 它是粉红色 很明显 它可以倒出来 拿近这个镜头 对了,只是用饮用水 这个就是小分子水 变成小分子水 其实粉红色不是代表水变粉红色 它是有一个测试剂 其实本身的小分子水 就是会容易给我们身体的细胞吸收 所以这个杯子很夸张 冲茶是更加好的 我们经常喝的普里茶是有些味道的 如果用这个冲出来的味道 是不会有一个怪味的 没有怪味的 它会去到一些怪味的 那喝咖啡怎么样? 交起来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如果用绿茶的话更香 绿茶更香 绿茶更香